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指挥着自己的船员莱拉在舱外贸易工作 她则在船舱内打发着无聊的时光 费尼经常会接一些秘密任务 但她从不过问任务的细节 这次也不例外 而她的维修师乔伊却好奇心爆棚 她悄悄来到了货舱 并发现了这群雇佣兵带来的鱼雷 只是这样的举动很快就被雇佣兵发现 乔伊也陷入了麻烦之中 不得也 费尼只能持着鱼枪从雇佣兵手里救下了乔伊 与此同时 在巨型豪华邮轮阿尔戈号上 妇人们正享受着他们的旅程 而对于珠宝大道崔玲而言 洗劫保险库才是她此行的目的 她很快就拿到了船上的密钥卡 只是这次的崔玲运气并不好 她不仅在保险库中被抓了个正着 还被邮轮的老板塞门扇了一巴掌 最后船员又将崔玲关进了存放食物的货舱 但随悦而安的崔玲却在这里喝起了美酒 吃上了美食 另一边 阿尔戈号的系统操作室内出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她替换了主机的程序光盘 让邮轮动力全失 通讯系统也陷入了瘫痪 而雪上加霜的是 雷达上此时有一个巨型生物正向邮轮迅速靠近 紧接着 猛烈的撞击便让船舱内一片混乱 游客们也四散奔逃 而这时 费尼正驾驶着快艇及时 雇佣兵子在船手装起了鱼雷发射架 这让费尼有了不好的预感 只是她还没来得及多想 他们的快艇便撞上了从游轮上掉下的救生船 大火瞬间就点燃了船舱 快艇的引擎也全部损坏 但就在这时 莱拉发现了不远处的游轮 费尼与乔伊立刻想去游轮寻求帮助 但雇佣兵却持枪接管了快艇 原来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洗劫这艘豪华游轮 接着 雇佣兵便全副武装地登上了游轮 费尼与乔伊因为需要修理快艇的部件 也被雇佣兵首领诺威带了上来 只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游轮大厅内早已是一片狼藉 到处都有着血迹 而且在搜寻一番后 众人发现救生船还在 游轮却空武一人 于是诺威命令队员兵分两路 提瑞老曼带着费尼与乔伊前往机房 寻找修船可用的零件 自己则带人去指挥室控制游轮 而这时 被货物撞晕的崔玲也在货舱中醒了过来 他用头上的发卡打开了紧闭的大门 只是逃出之后的崔玲依旧没忘记自己的目的 他再次回到了保险库 但他还没来得及开门 诺威便带着手下来到了这里 虽然诺威并没有从崔玲的口中 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但读过密钥卡的小黑 还是兴奋地打开了保险库的门 只是迎面而来的却是赛门的利府 惊慌的众人连忙开枪 绑剑中的人瞬间就被涂漏 反应迅速的赛门与船长 却躲在一边逃过了一劫 他们惶恐地跟诺威解释 船上有着恐怖的不明生物 而诺威也发现 他与机房中的手下失去了联系 于是他决定先去查看情况 然后再回来搜刮保险库里的财物 而在机房中的一行人 其实早就遭遇了不明生物 两名雇佣兵已经领了盒饭 费尼与乔伊则在拼命逃亡 他们很快就遇到了 刚从诺威手里逃出来的翠玲 双方还没来得及打招呼 诺威又带人冲进了电梯 诺威怀疑是费尼杀了他的手下 只是误会还未解除 他们的电梯便被不明生物拉了下去 一行人坠落到邮轮底部 跌出了电梯 而这时他们才发现 这里到处都是鲜血与白骨 怪物也似乎出奇的巨大 它甚至能将过道几扁 一行人只能惊恐地改道逃跑 最终来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房间 而细心的费尼很快发现 赛门与诺威似乎认识 在费尼的追问下 赛门说出了实情 原来由于邮轮过于豪华 作为老板的赛门 已经无力承担邮轮的运营费用 于是他暗中破坏了邮轮的控制系统 然后想让乘客坐救生船离开 洛威斯按照计划 用事先准备好的鱼雷炸成邮轮 这样就可以拿到巨额的保费 而船长在得知一切后 恼羞成怒 两人随即争吵起来 而这时 乔伊突然发现 有粘液从上方滑落 好奇的他抬头观望 顿时吓得他失声尖叫 原来怪物的触角正在上方缠绕 费尼连忙拿起武器扫射 随即一个人便从触角中掉了下来 大家定睛一看才发现 是之前被吞下的雇佣兵 怪物的粘液已经融化了这个可怜人 接着所有人开始四散逃开 费尼则遭遇了怪物的触角 虽然触角上没有眼睛 但他对声音却非常敏感 想要拿枪的费尼很快就被他发现 触角也打开了他血腥的大嘴 关键时刻 崔玲即时出现 他用手枪成功击退了怪物 而此时船长也被怪物的触角抓住 虽然费尼与崔玲即时施救 但他最终还是被怪物吞噬 费尼认为这么下去肯定是死路一条 他们需要马上返回快艇 然后离开 但没想到 唯一前往甲板的通道已被海水淹没 费尼又不得不与诺威 玛丽一起从水下寻找出路 而在这边等待的一行人 却很快遭遇了追击而来的怪物 崔玲等人马上开枪扫射 只是机枪的后座力让翠玲跌落水中 乔伊与雇佣兵也在击退怪物后 纷纷入水寻求生机 但雇佣兵还是在水中被怪物抓走 他只能引爆手雷与触角同归于尽 最终幸存下来的一行人聚集在了厨房 而这时 玛丽却要求大家留在原地 等候救援 但费尼认为这里并不安全 他要回到快艇然后离开 只是玛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不许任何人离开 而这时怪物悄然而至 玛丽迅速回头射击 并一路将怪物打回了通风管 但玛丽似乎有些得意 他没有选择离开 最终被怪物的另一个触角身吞 而逃离的一行人很快发现 怪物正在关闭通向甲板的舱门 这个聪明的怪物正将他们赶往船首 而船首正是怪物的进食场 满舱的死尸预示着灾难的来临 怪物随即便破开了船体 海水瞬间涌入 一行人只能继续逃亡 塞门则不顾众人死活 独自寻求生路 诺威也击伤乔伊 以此为自己争取时间 幸好乔伊机灵 最终成功逃脱 而舍下她的诺威却被怪物申请 善良的乔伊把手枪递给了诺威 但诺威却恩将仇报向乔伊开枪 结果这竟是最后一颗子弹 自杀未果的诺威将受到更为严酷的惩罚 另一边 崔玲与费尼顺利来到了甲板 并看到了不远处的小岛 费尼马上就有了计划 她让崔玲去游轮上 找一部有钥匙的摩托艇 而自己则回到了快艇的舱内 她这时才发现 快艇上的莱拉已被怪物拖走 而这时乔伊也回到了快艇 帮助费尼修复了快艇 并成功启动了引擎 与此同时 崔玲也找到了摩托艇的钥匙 只是她却遇到了持枪的赛门 危急时刻 费尼及时赶到 但她并没有对赛门下手 只是赶走了她 而此时 大厅突然一阵地动山摇 恐怖的怪物从船下升了上来 此时的她才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她就是一只长着 无数触角的变异章鱼 两人见状缓缓向后退去 但怪物的触角却擒住了费尼 将她慢慢带到了自己的面前 怪物很快就张开了血喷大口 而费尼则用鱼枪击碎了怪物 正在凝视她的眼珠 剧烈的疼痛让怪物放开了费尼 费尼与崔玲趁乱逃离了大厅 但匆忙跑回快艇的费尼 却没有看到乔伊 驾驶室内只有怪物留下的粘液 这让费尼悲痛万分 随后费尼重新回到了游轮 准备与翠玲一同搭乘摩托艇离开 而贪身怕死的赛门 这时发现了费尼的快艇 为了逃命 她从游轮上一跃而下 虽然摔折了腿 但她还是艰难地爬到了驾驶室 但让赛门没想到的是 快艇早已设成了自动驾驶 原来快艇的引擎已经不能完全修复 乔伊只能让快艇行驶很短的距离 于是费尼将鱼雷绑在了漏水的船舱 然后设定好程序 让快艇撞向游轮 而赛门此时已经无法恢复手动驾驶 最终她只能在恐惧中 随着快艇一起撞向了游轮 被击中的游轮瞬间就发生了爆炸 正在其中的怪物也被炸成了碎片 费尼与翠玲则驾驶摩托艇逃了出来 驶向了不远处的孤岛 第二天 费尼正为损坏的摩托艇而发愁 翠玲却突然吻向了她 这样费尼感觉瞬间爱上了这个孤岛 而这时 翠玲发现死里逃生的乔伊 顺着海浪游了过来 这让他们大喜过望 只是三人还没来得及庆贺 身后丛林中就传来了震天动地的吼叫声 巨兽正拨开挡路的树木 向着三人袭来 而他们的前路又再次陷入了未知与恐怖之中